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说但这个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有广告时间直播 那因为我想在场很多来宾都有上过那个节目嘛 那中间广告一般广告大家会闲聊 但是那个节目的广告时间都是会直播的 那我有上过但我当时我就知道所以我在直播 所以那个闲聊不是真的闲聊 不过不管怎么样啦因为这个东西播出去了 对于李哲华主委来讲他当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这个就等于说所有的媒体都在讲 告天下说他就是吴敦义主席的好朋友 对所以当然我觉得林委员一定是要道歉啦 那但是呢道歉人家能不能接受 这个决定权也是在李哲华里主委 不过我要谈的是他们因为这次起争议 是因为到底要不要用全民调这件事嘛 那根据党章呢是七成的民调再加三成的党员投票 可是我会觉得说两点 第一点是很多人现在把这个全民调作为是说 好像提全民调的人就是不支持吴敦义 所以我会认到跟感觉到他做民调的时候他接到电话 他也不会选择你啊 所以他有点像滚雪球会越滚越极端 所以我是建议说吴主席的阵营 不要去把这个全民调作为是说好像就是要把它拉下来 应该更正向思考去提升自己的民调 我觉得这才是对的 而且呢接下来你就算是出现了代表国民党参选 也一定这一整年都要做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民调 所以面对民调是一定避不掉的 那我们讲一下党员这三成 为什么很多人会主张说要用全民调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党员民策 他到底有没有在今年度 做整个党籍的总检 确认这些人是否健在 然后是不是本人 然后他的这个200块的党费 到底是不是他本人去缴的 我觉得如果党部没有很严谨的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这么重要的一个选举里面占了三成的比例 就会有一点不公平 像我们这次选举的时候 就有市议员寄了一张聘书 然后给齐柏林 就齐柏林的家人收到之后很生气 就说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还就是有点批评了那个市议员候选人 他要他要选上 因为他很无辜 他之所以会寄给他 那也是因为他跟党部申请名册的时候 里面就是有啊 他在名单里啊 没有把他拿掉啊 所以他也很无辜嘛 党部给我的啊 那所以我觉得这三成的党员名 这个党员投票 如果党员的名册没有经过很详细的检验 那后续不公平的状况只会更严重 好 所以像这件事情 大家讲起来的时候就会说 茶壶里面的风暴 不要以为只有民进党有 国民党依旧 而且呢因为胜选之后 吴敦义主席明明就是一个带领全党 拿下15个县市的主席啊 那为什么现在讨论的时候 就感觉上大家就会讲说 出现了一个永无派 又是一个出现的永珠派 而且感觉上说挺全民调的 就是永珠派 这样子公平吗 东豪哥 其实大家都是内心的 那个小算盘在作祟 接刚才的小鑫话 如果吴敦义主席 没有宣布要参选的话 最后我相信国民党里面 一定会松一口气 但是为什么会传出这么多小动作 或者会有那么多话可以讲 其实因为大家都心里有数 都准备要看戏 这个戏当然会先从 你是全民调 还是三层七层 所以戏本来就是 就是这样预期的 只是说 吴敦义也好 朱利仁也好 他会不会按照我们的期待心理 演那出戏给我们看 你们在乎 我们看 感谢观看